大家好,我是小盐 咱们这一期呢来学习这双非常帅气的宝宝凉鞋 这个鞋呢和上个鞋呢鞋底的话呢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呢这个鞋就偏大一点啊 这个是适合9到1岁之间穿的啊 因为这个针的话呢用的是3.5的针 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就开始编织 好,现在我们这双小鞋子呢 这一支呢就已经完成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约的款式 男孩穿的话会非常的帅气啊 男女通用的 咱们这个鞋垫呢我就没有重复的录 因为和我们上期那个鞋垫的勾法呢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找到我们这个正面啊 正面就是我们这个边上有小辫子的这一圈 然后我们拿出一个缝合针给它放在最中间 找出我们最中间的这一针 好,就是这一针 然后呢我们从旁边开始锁三针 一二三 从第三针这里我们穿针进去 现在我们是勾这个斜头的部分 好,锁一针 然后我们这里斜头的话 一共要挑出来七针 从第一针这里我们开始勾一个 干嘛 勾一个短针 把线头我们给它压进去 然后这边是挑三针 然后这边是挑三针 好了,现在我们挑出来这个最中间的七针 然后已经勾到头了啊 是我新买的这个带线器 感觉呢还挺好用的哈 还可以 然后给大家 染试一下 夏天你如果手出汗的话呢 用这个会比较好用 手指就不用绕线了 直接这样绕就会绕得很紧 好了,我们给它 嗯,勾到头之后呢 我们锁一针 反转过来 还是继续勾短针 每个针目里勾出来一个短针 一共是有七针啊 不要勾错了 勾到头之后呢 我们再锁一针 把织物反转过来 继续这么来回的往返的勾 就可以了 全部是短针 你看好看 我锁下我们这个是勾了多少圈啊 刚才锁了一下啊 我们这个鞋子的话 一共是勾了十三组 就是一来一回算一组 这里呢是有一个半组 等一下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给它勾半组就可以了 一共呢是十三组 来回就为一组 好,锁边 然后继续这么勾 来回勾十三组就可以了 好,剩下的话 大家来自己完成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勾了 就是勾了十三组啊 十三组之后呢 这里最后一个的话 是勾了半组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线 给它剪掉就可以 剪断就行了 我们留一点线啊 等一下给它用于缝合 咱们在这个第十组这里 给它折过来啊 这里是九组 在第十组这个位置 给它折过来 然后咱们穿上这个缝合针 把这个线呢 给它这里给它缝起来 好,在第十组这里 给它折这样缝过来 哇,这个线刚才剪的有点 留着有点太短了啊 大家可以把线稍微留长一点 这个有点太短了 好了,我们这个斜舌的部分 都就做好了啊 现在我们开始勾这两个 这个位置的地方 咱们这里换了中间是留了三针啊 三针的话咱们开始从第四针开始起针 一、二、三 从这个第四针这里开始起针 先给它打一个结 我这个的话呢 第一组的话呢 起的是十四针 第二组的话起的是十七针 这个呢 也根据那个宝宝的脚的胖瘦啊 起十四个辫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好了,十四个完成之后 咱们从这边开始数啊 一、二、三、十四针这里 我们给它勾一个引拔针 好,引拔完之后 咱们再给它往前面引拔两针 好,引拔完两针之后 咱们开始调这个里山的部分啊 绕线 调这个里山的部分 第一针的话呢 可能不太好挑啊 然后往回勾 开始勾长针 一、一对应的勾长针 好,大家把这个长针啊 勾到这个最后 咱们这里是勾了十七个辫子啊 然后咱们开始调这个里山 给它一针一针的给它挑回去 一对应的挑回去就可以了 好,挑到这个最后一针啊 咱们这个两个鞋帕这里都勾完了啊 大家我们给它这样缝合在一起就行了啊 然后这边的话呢 留的线头稍微长一点 因为这里看有个空隙啊 咱们等一下把它给它缝一下 现在咱们先勾这个斜后跟的这个位置啊 这里中间是空了四针啊 一、二、三、四 一边空四针 然后呢 提起来我们全部挑起来就可以了 一、二、三、四 好,从这里 一、二、中间空了四针 好,就这么 我们这一对应的挑 全部勾短针 好,大家给它挑啊 挑到这个最后这里啊 这边还空四针就可以了 一、二、三、四 挑到这个位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